我回去再给你穿帐 非要放在这里来住 这个洗衣服都没有 衣服还要我自己洗衣服 哎呀 龙龙啊 我跟你说 今天一定要让那个人 把美娇给弄走 这里塌走了 才能让我小表妹跟你搁姐妹啊 我都破了鸡蛋 跟你妈咪生一个大胖生子了 阿妮 你放心吧 今天我就是抬 我也要把张美娇 从我们家抬出去 我怎么打很久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不是你妈咪吗 她在那里洗衣服 赶快躲一躲 要不然她肯定要我帮她干回 过来 哎呀 小王 小鸡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爸 爸 你怎么在这洗衣服呀 你还问呢 这破房子 连个洗衣服都没有 把我洗得累死了 小鸡 正好你来了 我们俩一起洗 快一点 妈 吃这样的 小鸡这两天 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身体不舒服 昨天还吃了那么多 哎哟 以前张美娇 帮我干活的时候 她可一次都没推脱过呢 还是快点洗吧 看我妈都不高兴呢 等一会儿她练起张美娇的好来 又把张美娇给找回来了 那时候你小伯伯怎么进我们的家门 来 来 哎哟 这都几点了 那个人怎么还没有给我打电话呢 妈 你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张美娇和那个人呀 我哪有心事管这个事 龙龙 你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吗 哎哟 昨天喝太多了 躺着就睡着了 喂 杨虹 你把张美娇带什么呀 她说要休息行李 让我等她 昨天喝太多了 躺着睡着了 我现在就去催她去 张美娇你休息好没有 我走默默唧唧的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吧 你们 你们快回来大声门我了 你说了 大嫂 大嫂宝哥来了 真好 哎呦 不然去哪去啊 大红 怎么了什么情况 没家没在屋里他去哪里了你们知道吗 啊 没在屋里 你这个当老公的都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了 这里这么偏他能去哪呢 那他把行李带走了吗 没有他东西都在这 你看看吧他肯定还会回来的 因为他要在这里等他那个没出息的姐姐 俊哥 他肯定也是去找张美玲了吧 那我去父亲找找 要是他回来了你们记得联系我 行 美娇 美娇 这样下下口不行的 你哥 魂不守舍的 饭也吃不下 肯定是那个张美玲在背后死亡了 你看这个服药工也不重要 他们得自己想办法 妈 那现在怎么办呀 奖 我去 哎呦 回来了呀 我们那已经把你收拾好了 学习了 你刚好回来 这是想的你 你们干什么 家里能多我东西的 赵美娇 你姐现在都不在这里了 你还没脸没皮的赖在这里 赶紧拿着你的东西 混蛋 美娇 你干嘛去了 怎么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还能干嘛 我当然是找我姐去了 小子 赶紧把你媳妇带回去吧 现在她爹也不在这里了 就那一个外人 这几天怕我们家 弄得乌云正气的 我们家妙小 我不想把这大夫 美娇 你看人家都这么说了 你就跟我回去吧 你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家 首先 这个房子是我姐租的 再怎么样 也能不懂你们赶我走 还有 胡亚哥 我姐这些年对我怎么样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她对我这么好 现在是我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不可能这个时候坐视不理 在这里 我是我姐为数不多的亲人 不管怎么样 我不可能丢下我姐不管的 你们今天怎么弄 我就在那里不走 我就等我点回来 既然你这么坚定 那 家风 来 你听我说 北娇啊 你信我一句 你姐现在都不在这里了 你在这里 就是一个外人 你当时不给你吗 家风 你把三爷娘你给蒙骗了 我为什么叫你来你不清楚吗 你以为她姐姐是怎么走的 那是顶不住这里的风言风语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哎呀 你还不明白吗 他今天晚上都出去喝酒 昨天晚上我们都睡下了 他都还没回来 不明白吗 大晚上的 单独出去跟别人喝酒 你说你戴什么 这时要是传出去 一样乱点 头顶上把帽子都高高戴了 又不丢人了 真是给他脸了 现在胆子这么大 不行 我今天立即把他带走 张美娇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现在是关心你姐吗 我看你就是拿你姐在那边当黄子 什么意思外婆 他们跟你先说什么 你明天信一个外人也不信我吧 你明天继续跟我回家 我回去带你带账账 赶紧跟你老公回去吧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了 他们都想你呀 放手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呢 我不赛 你们就这样欺负美宁他妹妹 对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们 我已经知道美宁的线索了 美宁他马上就要回来了 等他回来以后 他会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 将会改变我们整个家庭 所以我希望以后 你们谁也别给我搞事情 真的吗 他是我 是游戏吗 我只是想知道 他就想要紧 他自己给你们了 对 我好吗 感谢观看